Together we will 奇蹟再造奇蹟 但是就是 因為我自己很怕鳥類 但是就是 那邊的鳥類真的很不少 而且都很大隻 只是有時候你就是 你正在看 看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然後導演可能說 我們現在要來錄 就是我們要看到的狀況 就有一隻鳥走在那邊 我就會覺得 好 但是因為心態是覺得 現在要傳達的事情 比自己的害怕更重要 所以就暫時戰勝了恐懼 導演已經很怕的 我就馬上離開那個地方 而城市足球隊的畢書靖 則是在現場小事伸手 展現帥氣 最後我們跟小朋友們一起踢足球 然後全校的學生們出來看我們踢足球 那我覺得其實 我也很久沒有踢足球 我以前是踢足球 但是他們那邊的小朋友們很 看起來很厲害這樣子 然後他們應該是每一天都有在踢足球 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我覺得還蠻看到他們的一個 雖然怎麼講 身亡苦難 但是看到他們真誠的一些笑容 一些感謝 看到我們就 他們就很開心 然後真的很真誠的感謝我們 這樣子 你跟他們對戰的時候 你有腳下留情嗎 有有有 他們其實都是 因為整個足球場是 就是大自然的地方 所以踢上很多石頭 但是有些人是 他們沒有鞋子 所以他們還是試腳在跟我們踢球這樣子 對 那比較有趣的部分就是我 我踢得很爛 我覺得我被全校笑了 沒有 沒有被笑了 因為我們是射門嘛 那門框他們很大 因為他們是用那個樹 樹枝蓋的 對 所以非常非常大 就是可能隨便踢隨便鏡這樣子 那我就是直接踢到不知道在哪裡這樣子 蠻丟臉的 你踢到隔壁球場就對了 對 你像隔壁球場球門的 可能 瞄準的同學這樣 沒有 他還是有鏡 記者會上除了分享心得外 也邀請支持他們的粉絲 及社會大眾一起揪團做公益 ETV新聞網採訪報導